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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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儿子却告诉父母说对方不带药彩礼 而且还要比娶本地姑娘的高得多 听到这 父母对未来儿媳就有了想法 觉得对方在卖女儿 恰恰在这个时候 儿子还对父母说女方已经怀孕了 他希望父母能够帮他快点把婚礼准备起来 可这消息在父母听来 无疑是一个可以谈条件的有利筹码 父母觉得既然已经有孩子 那就是自己人 自己人还需要彩礼吗 父母告诉儿子说 有了孩子那就是我们老里家的人 还要什么彩礼 儿子听了父母的话后虽然有点猛 但是 最终他还是接受了父母的观点 想要把彩礼赖掉 可女友并不吃这一套 他明确告诉男方 说 这个孩子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结晶 与彩礼无关 如果因为有他的存在 而让你们觉得可以省掉彩礼的话 那我可以让他不存在 再说 我不是非你不嫁 我们随时都可以分手 本来对于彩礼 女友只是想让自己的父母 不要因为自己而被别人笑话 他希望父母在和同龄人 谈起彩礼的事情时 不会觉得自己的女儿丢人 为此 女友打算把自己这些年的积蓄 拿出来充当男方的彩礼 这样 男友的父母不会为难 自己的父母也有体面 只是 男方的态度让女友看清了他们的为人 因此 他的态度也变得强硬 要么给够彩礼 要么分手 女友的态度 让男方所有的盘算都落空了 因为这件事 婆婆对这个还没进门的儿媳 再没有了好脸色 她认定儿媳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对自己不尊重 也许是为了争一口气 最终男方还是备足了彩礼 只是 对于婚礼 就显得非常应付 既没有婚纱礼服 更没有所谓客棚满座 甚至连件新衣服都没有 只是在家里摆了几桌酒席 婆婆说 你都这么大的肚子了 穿那么好看给谁看 再说 钱都给了彩礼 哪还有余钱办婚礼 婆婆心里 似乎压抑了太多 对儿媳的不满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 把儿媳数落了一顿 很多人都看不下去了 劝她不要在大喜的日子 说那些不开心的事 还人说 婆婆明明是自己儿子的结婚酒席 为什么还要搞破坏 这不是让自己儿子难堪吗 这对婆媳之间 从此就结下了怨恨 儿子婚后不到半年 就到了预产期 一天晚上的下半夜 儿媳的羊水破了 她喊婆婆帮忙叫人 把她送医院 可婆婆说 大半夜的 去哪叫人 再说 大家都累了一天 怎么好意思去打扰别人 婆婆让她忍一忍 天亮了再帮她叫人 儿媳虽然惊慌 但是 她还是拨通了老公的电话 让老公回来 一个小时后 老公从室里赶回来 把儿媳送到了医院 孩子出生后 医生才说 幸好送得及时 要是再晚一点的话 就危险了 儿媳听到后 心里一阵后怕 抱着孩子的手都在发抖 边哭边对老公说 回娘家 老公也知道这一次 是自己的父母 做得太过分了 可是 一向缺乏主见的她 在面对父母和妻子 之间的矛盾时 她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只能不停地祸悉泥 在这件事情上 儿媳又狠狠地 给婆婆记上了一笔 在住院的三天里 公婆只是来看了一眼 就走了 连话都没多说一句 而婆婆在儿媳出院 回到家后 就收拾行李去了女儿家 说要帮女儿照顾孩子 婆婆的行为 不但让儿媳感到非常气愤 连她的儿子都看不过去了 拦着她说 你儿媳刚生孩子 你就要去女儿家 你这不是故意娶她的吗 不管怎么说 她都是我孩子的妈 是你儿媳 你这样做置我于何地 儿媳虽然心里很不舒服 但想到自己远嫁 娘家人都不在身边 更何况老公还在上班 根本没办法照顾自己做叶子 无奈之下 她还是向婆婆低头了 跟婆婆道歉 说以前都是自己不懂事 希望婆婆不要计较 原谅自己 婆婆看到一向对自己不理不睬的儿媳 终于向自己低头了 非常高兴 只是 她并没有顺着梯子下来 而是得理不饶人 呵斥儿媳 说 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 怎么会做错呢 要说有错 也只是我们这些没文化的人的错 哼 现在用着我了 才想着跟我道歉 晚了 婆婆把儿媳奚落了一顿后 拿着行李 高兴地扬长而去 儿媳被婆婆气得差点回了奶 后来 还是邻居大婶看不过去了 不但帮忙照顾儿媳坐叶子 还劝她说 哪怕为了孩子 也不要生气 不然回了奶的话 孩子就没奶喝了 这四十天 在邻居大婶的照顾下 儿媳的叶子才算顺利做完了 身体也逐渐恢复 关键是孩子被养得白白胖胖 为了感谢邻居大婶 儿媳认了她做自己的干妈 两个月后 婆婆从女儿家回来了 而儿媳在婆婆回来的当天 就提出了分家 儿媳说 既然你们不把我当一家人 既然大家都相叹两相宴 那就分开住 各个各的吧 婆婆当然不同意 因为家里的开支 都是靠这个儿子在支撑 她还打算让大儿子 帮小儿子准备彩礼 如果分家了 那就变成了两家人 大儿子在帮小儿子的话 那就是借 要还的 如果不分家 那就是一家人 一家人互相帮忙 也是应该的 可儿媳的态度非常强硬 说家里的东西 她什么都不要 只要她睡得那张床就可以了 婆婆也许是太生气了 也许只是想要阻止儿媳分家 大声对儿媳说 那张床也是我出钱买的 凭什么要给你 听了婆婆的话 儿媳二话没说 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后 直接到城里酒店办卡 住到了酒店里 从那以后 儿媳就带着孩子 在城里租了房子 一家三口住在城里 只有逢年过节 或村里一些红百事 儿媳才会带着孩子回村里 但从没有在村里过个夜 儿媳说 这里从来就没有我的家 我一直都只是一个外人 后来 儿媳在娘家人的帮助下 在市里买了一套 八十多平方的房子 房子虽然不大 但是 对于儿媳来说 那才是她真正的家 真正给予她安全感的地方 本以为她和婆婆之间的 相处模式就这样了 可是 女儿上小学后 儿媳意外怀上了二胎 对于这个孩子的到来 儿媳想过把她打掉 但终究不舍得 最后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生产的时候以为可以顺产 但各种原因之下 最终只能做剖妇产 出院后 本来打算请保姆的 可老公却希望 让她的妈妈婆婆过来 说正好趁这个机会 缓解婆媳之间的关系 对此 儿媳当然不同意 说一个从来没有对我好过的人 我不相信她能用心照顾我 我不可能拿自己的身体 去赌她是不是良心发现 别的事情还好商量 唯独这件事我不同意 可老公恳求儿媳 再给婆婆一个机会 说她现在不一样了 她知道错了 你就给她一个机会吧 不管怎么说 她都是我妈 也许是为了不伤害 自己和老公之间的感情 也许是对婆婆 还抱来一丝幻想 儿媳最终还是答应了 让婆婆过来 可是 不到一天 儿媳就受不了 原因是 儿媳伤口痛 想让婆婆给自己倒杯水喝 可婆婆却直接骂儿媳 娇气 说只不过是生个孩子 连喝水都要我伺候 没门 告诉你 我以后靠女儿 不会靠你们给我养老 儿媳一分钟都不想看到婆婆 她忍着身上的疼痛 从床上爬起来 把婆婆赶了出去 说你最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哪天我只会把你送养老院 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把这句话放心上 可是 谁也没想到 这一天来还是来了 一直在女儿家住 碰上的婆婆 在七十岁这一年 被女婿送了回来 女婿说 作为女婿 我已经养了她十多年了 现在也该轮到你们为她养老了 看见突然出现的婆婆 小儿媳直接回了娘家 说从来没照顾过我的人 我干嘛要管她 她对谁好 就让她找谁养老去 无奈 婆婆来到大儿子家 而大儿媳看着行动不便 甚至连走路都要人扶着的婆婆 说想要让我为你养你的话 我只能送你去养老院 这还是我念在你是孩子的奶奶份上 如果不想去养老院 你爱去哪就去哪 坐在角落里的婆婆 第一次像只温顺的小绵羊一样 低垂着头 什么话也不敢说 而她的儿子似乎见不得母样受委屈 她大声怒斥妻子 想要把母亲留下来 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 其实 正如网友所说的被那对待后 还能为婆婆出钱 把她送养老院去养老 这本身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这同时也说明了 儿媳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 她明明非常厌恶婆婆 可最终还是尽到了赡养的义务 也有网友这样说 要是我遇到这样的婆婆 我真的会崩溃 肯定做不到赡养她 哪怕把她送养老院 也是超出了我的忍受的范围 确实 中国有句古话不知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不知道别人所受的苦与委屈时 就不要做出任何的评价与批判 有时候 你以为的善意的劝解 恰恰只是给当事人的伤口撒盐 特别是婆媳之间的矛盾 永远都没有解决的办法 更没有唯一的答案 而在本文中 它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十年前看婆 十年后看媳 看儿媳如今对婆婆的态度 就能知道婆婆当初对儿媳的态度 这也是今天大家所说的真心换真心 都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有时候多怀疑一点慈悲心 多种一点慈悲种子 也许得到的福报往往是自己 你们说 我说得对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